2021-02-20台式歌载戏 嘉庆军游台湾 岸内唐厂影视基地开进 大北门新闻网 观看次数9043次 2021年2月20日 HTTPS Triple W 2021年3月20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式歌载戏 嘉庆均由台湾 今 二时 日上午于台南岸内藏场仪式基地举行开进仪式 台南市场黄伟哲亲自到场 欢迎剧组来到台南取景 黄伟哲市长表示 台南人文风景不一而足 皆是拍片的好元素 感谢陈亚兰女士的剧团选择在岸内藏场仪式基地拍摄 相信透过各位演员的演出 更能深刻诠释这段民间故事的人文语的景风暴 特别预祝剧组拍摄顺利 收视长红货武 并预请国人一起支持台湾戏剧集市府推动的暗内藏场仪式基地 市长黄伟哲指出 嘉庆均由台湾是一段快智人口的历史故事 嘉 据借由黄帝维福出巡的传说 搜罗集呈现台湾各地风土民情 让更多民众透过传统戏曲 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及人青土青 市长感谢本剧的企画制作团队来到台南拍摄 他表示 嘉庆均由台湾 除了是一部戏剧 也肩负当代影视作品难得的文化传承责任 黄伟哲期待透过 嘉 据让更多人看见台南 未来市府会持续努力推动影视产业设置的影视支援中心 可提供完善的公务协助及沟通协调 欢迎优秀影视业者到台南拍片 共同为台湾影视产业发展努力 今 二十日的开进仪式中 市长黄伟哲率领市府文化局长叶泽山 并与议长郭信良 台南市议员蔡玉辉 沈嘉凤 申保董市长陈盛田 盐水武庙主委翁在靖 京中市帝龙少华 总策划胡汉兴 制作人陈亚兰及陈秀卿 导演叶宏伟及所有演员群 共同前程助导拍摄作业顺利完成 陈亚兰透露 此次会选择嘉庆军游台湾的剧情 主要就想接地气 想把台湾各地的美景和文化介绍给更多人知道 让看到戏剧的国外民众对台湾更有印象 进而提升台湾的观光旅游人潮及国际能见度 嘉庆军游台湾 戏由陈亚兰筹备两年 预计将于台式主品播出的三十集电视歌载戏 全剧以耳熟能详的经典歌载戏剧目形式演出 演员阵容坚强 包括陈亚兰 龙绍华 纪力如 廖力君 叶力挪 陈宜珍 何佩瑜 林佩瑜等 此次剧组在盐水区的 岸内唐场影视基地 举行开进基地内的仿清代汉人的世界场景呈现眼前 文化局直出 基地内的历史场景投入相当多的考究与折磨 具有文化、教育和观光意义 除了清代汉人街市场景外 还规划有日志时期荣品街景、跨时代医院场景等 提供给剧组更多元选择 欢迎导演和制作团队来台南拍片 带动在地影视观光行销 台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